《约伯纪》第31章 我与自己的眼睛立了约 绝不注视处女 从至上的神所得的份 从至高的全能者所得的业是什么呢? 灾难不是临到不义的人吗? 灾祸不是临到作孽的人吗? 神不是查看我的道路 数算我的一切脚步吗? 我若与虚晃同行 我的脚若急于追随诡诈 就愿我被公平的天平秤渡 使神可以知道我的完全 我的脚步若偏离正道 我的心若随从眼目而行 我的手掌若粘有任何污点 就愿我所重地让别人来吃 愿我田中出产地都连根拔起来 我的心若被女人迷惑 在别人的门口埋伏 就愿我的妻子做别人的奴仆 也愿别人屈身与她行淫 因为这是大恶 是该受审判的罪孽 这是焚烧直至毁灭的火 必把我所有的收获都拔出来 我的脯臂与我争论的时候 我若轻视他们的案件 神若起来我怎么办呢 他若见察我怎样回答呢 那造我在母腹中的不也造他吗 造我们在母胎里的不是同一位吗 我若不给穷人所要的 或使寡妇的眼所期待的落空 我若独吃我的一点食物 孤儿却没有与我同吃 自我幼年时 孤儿与我一同长大 以我为父 从我出母腹以来 我就善待寡妇 我若见人因无衣服死亡 或贫穷人毫无遮盖 他若不因我的羊毛得温暖 他的心若不向我道谢 我若在城门竟有支持我的 就挥手攻击孤儿 就愿我的尖头从肩胛脱落 愿我的钱臂从上臂折断 因为神所降的灾难使我恐惧 因祂的崇高 我不敢妄为 我若以黄金为我所信靠的 又对金金说 你是我所靠赖的 我若因为财物丰裕 或因为我多获财力而欢喜 我若见太阳照耀 或明月行在空中 以至心中暗暗地受到迷惑 用自己的嘴亲手 那么 这也就是该受审判的罪孽 因为我欺哄了高高在上的神 我若因恨我的人遭灾祸而欢喜 或因他与患难而高兴 我并没有容许我的口犯罪 咒诅他的性命 我家里的人若没有说 谁能找出哪一个 没有保持他的肉食的呢 旅客没有在街上过夜 我的门向过路的人是敞开的 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 把我的罪孽藏在怀中 因为我惧怕群众 宗族的藐视又使我惊恐 以致我静默不言 足不出门 但愿有一位肯听我的 看哪 这是我所化的鸭 愿全能者回答我 愿那与我征颂的写好状词 我定要把他带到我的肩上 绑在我的头上为冠冕 我要向他述说全部的行为 又像王子一般进到他面前 我的田地若呼冤控告我 地的梨沟若都一同哀哭 我若是地里的出产而不给嫁淫 或是地主弃绝身亡 就愿吉里长出来代替小麦 臭草代替大麦 约伯的话说完了 埋伴啊 原来三国 而知磊zn 威武